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这也不可能。对于卖家来说,花了时间经历运营的此类产品,我们必须要真正找到原因,看怎么挽救。原因一,不包邮或主要国家部分包邮,受产品成本变动,卖家定价,物流费用等影响。 卖家对运费模板的设置,使用不包邮或部分包邮的策略没错,卖家既要考虑到成本,也要考虑转化,不可对部分国家实行包邮即可。 全球200多个国家,选择哪些国家包邮,哪些需承担部分运费哪些,完全由买家承担,不能随心弄,考虑到平台,在不同国家的流量和订单分布。 我们可借助于国家市场工具,在选择行业后,查看此行业消费能力,Top10的国家。 这些国家建议包邮,其他国家可结合物流渠道下的运费成本设置。 原因二,产品评分差,纠纷多,差评多。 有些卖家选择供应商或厂商时考虑不周,只想到款式,风格,价格,如若所采购的产品,原本供货于国内客户,现又卖给老外,销量越多,周分差评越多,如与尺码相关的类目,极易发生类似事。 还有些卖家,相关因素都想到了,但因为详情业信息过度夸大,发货前没有仔细检查,有一定上手难度的产品,未配发使用手册。 产品只管发货,不管追踪,产品收货后没做询问,纠纷问题,不懂得取舍时,也亦造成这类问题。 它会导致产品,有流量无,或少订单的症状。 原因三,卖家自己觉得流量高,其实不高,有时是卖家,对产品的流量,看得过高,觉得自家产品确定,就是高流量但订单,其实是此产品流量不高。 访客少知识,无订单很正常,卖家如何判断产品,是不是真的就是有流量呢? 用店铺与行业对比,和产品与全店对比来进行。 原因四,流量不精准。 流量不精准,也会造成产品,有流量无订单的困境。 具体我们要,一,优化引流渠道,卖家如若有开车,则需要结合数据报告,对近期直通车数据,制定关键词策略,进行优化与调整。 二,一般产品标题,不要使用太多行业词,是注意精准词,常委词,与行业词的平衡。 三,站外营销,要学会选择合适的推广对象,若有Google广告或YouTube广告投放,卖家也要注意选择目标。 原因五,产品没选好,有流量无订单的产品,也有可能,是款式或风格,不符合市场主流需求。 此时,花再多精力去推,销量也有限,如何判断产品,是不是呢? 原因六,运营问题,卖家运营能力差,或运营不当导致产品,有流量无订单。 这样的事,每天都在上演,解决思路如下。 一,数据纵横,异常产品,看访客,下跌,最多的几款。 二,将这些产品ID记下来,依次复制粘贴到,商品分析,商品搜索框中。 当速卖通卖家遇到,有流量无订单的产品时,我们可按以上六个思路,一一排除与解决。 找到真正原因后,再精准优化,问题产品一定会有效改善。 记杀了, 乘点回来,依次。 florg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